你可不会想要站在这些武器的前方 以下这些武器都是我们认为能够制造大量伤害 以及什么是让它们绝对知名的因素 你好,我叫阿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有史以来几度危险的10种武器 在做多电影里,你最喜欢那种武器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巴雷特M82狙击步枪 这款由巴雷特制造的50口径半自动步枪 曾在海湾战争中被美国军方大量使用 M82中约14公斤,被认为是重量较轻的武器 再加上枪口自动附加在炮口处 这就可以减少发射血的后捉力 它射出的子弹速度可达每秒850米 可以直接穿透砖块合护凝土 它的有效射程为1800米 最大射程为6.4公里 所以当时的敌人很难逃脱这种高度精确狙击步枪的射击 RPG,火箭助推榴弹 德国纳粹的这种火箭筒可以扛在肩膀进行发射 能够对当时的坦克造成严重的伤害 当RPG7在1961年被引进时 它的热弹头可是能穿透10英寸的装甲 让人没想到的是 RPG最初并不代表火箭助推榴弹 而是一种手持反坦克榴弹发射器 它曾被越共用来对付在越南的美军 也曾被圣战者用来对付在阿富汗的苏联 凝固汽油弹 凝固汽油弹是一种汽油或类色染料以蒸酬机的混合物 蒸酬机的作用是让它更容易碾在目标物上 凝固汽油弹能够产生高达1200摄氏度的高温 只要进行一碰就可以立即造成二级烧伤 由于这些致命的因素 含有凝固汽油弹的炸弹 也成为了美国在越战中常用的武器 当凝固汽油弹被投下时 它们会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一氧化碳 1980年 由于凝固汽油弹的致命性 联合国规定 任何人对平民使用凝固汽油弹都是非法的 M134型速射机枪 M134是在60年代首次推出的 20毫米口径M61火神的缩小版 M134有6个旋转枪管 每分钟最多竟然可射出多达6000发子弹 这款自动武器 由一个电动马达提供动力 被设计可以组装在飞机或吃量上 所以你不可能会像动作电影中所展示的那样 举起机枪就射出乱射 这架由波音公司制造的武装直升机 由两个软气挖轮发动机提供动力 每台发动机的额定走功率为1890轴马力 这在沙漠风暴和美国阿富汗的战争中被多次使用 它装载了各种知名的武器火力 包括AGM-114第一火导弹 70毫米火箭弹 和可以在补到两分钟内射出1200发子弹的 30毫米口径M230链炮 这架直升机配备了精确的传感器设备 如综合头盔和显示瞄准系统 能够助于引导飞行员找到目标 坦克 在些年来出现了很多不同型号的坦克 所以无法准确地说出哪一种才是最知名的 来自美国的M1F-RAMS坦克 装备了近3英尺厚的平油装甲 和120毫米口径的加农包 来自德国的鲍2坦克 重达78.6吨 它的装甲能够帮助它抵御来自RPG和简易爆炸装置的攻击 来自韩国的K2黑豹坦克 有一个火控系统 使坦克可以在没有操作炎操控的情况下定位目标 它的巡航范围为450公里 MQE捕食者 这种用于监视、战斗和侦察的无人机 可以由数千公里外的小机组人员控制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使用这架无人机 在野门对可尔号军舰和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发动袭击 AK-47 米开尔在世界大战后不久设计的这款酒精考验的突击步枪 多年来都一直被军队、有机队和恐怖组织使用 这种武器是如此具有标志性 以至于莫桑比克和正主党的棋制上都有它的图案 AK-47之所以受欢迎 是因为它亦以批量生产 而且不需要太多的训练就可以使用 通过旋转螺旋系统进行气功操作 再加上这款枪械金主耐用 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也能使用 沙铃毒气 沙铃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 以1938年在德国作为杀虫机开发 上许记90年代中期 这种神经毒剂曾在日本两次单独的恐怖袭击中被使用 即2013和2017年的叙利亚内战中被拥有祸血战 当沙铃被引入一个地区 它可以迅速传播感染人们呼吸的空气和他们喝的水 美国疾病控制于预防中心表示 大量接触这种毒气可导致抽搐 瘫痪甚至可能导致致病的呼吸衰竭 氢弹 氢弹的工作原理是核巨变 当氢弹被引爆时 它的温度会皱深 导致氢同位素融合在一起而引起大爆炸 经过车子的威力 最大的氢弹是撒谎炸弹 当时它引爆了50兆吨的TNT炸药 而头放在广岛的原子弹也只有15000吨 2016年 朝鲜声称已经测试了一枚小型氢弹 如果这是真的 那对世界将是一个可怕的威胁 在众多电影里你最喜欢哪种武器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记得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个影片脑洞大开吧 拜拜